大家好,我是水皮,欢迎来到ESG会客厅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被高科的无形科技 那么电子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游历于灰色地带的 一直到去年11月,国务院才明确电子烟是属于新型烟草制品 那么参照中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有关卷烟的规定管理 到了今年的11月1号,电子烟正式开始征收消费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在烟税木下面增设了电子烟紫木 生产进口环节的税率是36%,批发环节的税率是11% 说老实话,这就是等于给电子烟了一个烟民正深的机会 对于市场来讲,就是合法了,也是OK了,放心了 那么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卷烟的税率生产环节是56%,批发环节是11% 很显然电子烟在生产规模、流通销售、税收等方面是在向传统卷烟是看齐的 所以它在ESG的行业分类中心,直接归于烟草行业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烟草行业又被列为ESG投资中的负面筛选对象,属于尽头的共识之一 再加上中国的电子烟行业正处于强监管的震荡期,企业经营不是很稳定 所以按理说,中国电子烟企业的ESG评分是不会高的 可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那么近期标普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 就是CSA公布的最新烟草行业年度环境、社会及管制 就ESG评分结果却显示物星科技,也就是月科的母公司 为立全球电子烟企业首位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因为根据媒体报道的数据 当天全球电子烟的制造机品牌超过了1500架 所以我们非常好奇,CSA为什么会给无星科技这么高的评分 这个评级机构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去看一下 标普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 与工行业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之一 会对企业的各项ESG管理和接效表现量化打分 已经对了7554家企业完成了评估 也就是说这个评估机构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对物星科技的评估 他说物星科技在商业道德,创新管理,供应链管理 人才发展,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都处在行列的前列 那么商业道德,创新管理,供应链管理这些都属于ESG中间的G 就是公司治理 换句话讲,电子烟的性质没有变 CSA给物星科技的评分是肯定这个公司的公司治理 这一点我们从物星科技发的社会责任报告也能看出一样 这个公司成立四年,连续三年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 等于说年年发,而且还在董事会层面也成立了ESG委员会 可以讲是拿出了相当的诚意 除了诚意之外,态度上物星科技也是小心翼翼 在各种围区中想开辟一条安全之路 在公司层面上要求对国家法律政策做全加码 甚至还没有强制的时候就开始做 其他故事不谈,物星科技它毕竟处在一个敏感的行业 而且处在一个国家强监管的一个行业 在ESG评分上拿到一个高分 对于它的生存应该讲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